在这个东西期,两队的领缘可谓差别极大,国安这个冬季动作频频,规划也可,何文勇,先向韩国国脚金元灾,门将高德海,以及曾经的流亡西洋之心张艺明,即将加盟国安于世关开的秘密,只拜光宣,从领缘里对来看,国安这个赛季,确实是想要搞事情了,反观上海上岗,当初内真是太安静了, 与人无大动静,还在本来东郊前锋里也去流亡,总体实力明明上不升反将,不过好在其余人员帮比肯定,胡尔克、奥斯卡、埃尔克森、奥赫德队友组合也都是老包包,作为上赛季联赛师球最少的球队,上海上港本赛季一阶队很难缠,上赛季,两队在联赛和足球队共交手四次,长官时间内各取大场胜利, 可谓平分类色,对于新营即将在来的第一场大战,上导主说佩罗拉,给出了自己的看法,世界胜任,作为上赛季军军军军军军观察性的两支球队,这场交分,如一会十分激烈,吸引人先内光, 而佩罗拉用视觉胜任赛克图,来形容本场比赛,一点都不夸张,一场激烈的对攻大戏群将开远,本场比赛, 国安队中有一名球员十分引人光注,他就是变化第一人何勇勇,何勇勇只有21次, 国安队中有一名人身份,如果他能首发,将直接解决博娃首发,必须拥运一二三权人的问题, 不过从最前发布会施密特的眼里判断,目前,何勇勇还在和全队融合阶段, 有机会登场,但未必是首发,如果何勇勇改动动力, 那么郭全国就到这里首发,球迷们想看到这明周年会去带涉哥的愿望, 指门向后推迟了,北京十九二月二十三日晚十九点三十五分, 超级跟上海上港WinF北京国安,球迷们拭目以待。